燕门关残败之后 愤怒的辽景宗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再次南下 而宋太宗也决定亲自出征迎战辽军 进行观众系列节目 宋太宗指一笑千年的胜利 大宋王朝匪伐幽州 不但没有得到一寸土地 反而引来辽国再三的军事报复 太平新国四年十月 太平新国五年三月 辽国先后两次发兵 从宋辽边境的东线西线南下 然而事与愿违 满城之战 燕门之战 辽国均以失败回失 不过辽国的攻势 并没有因为辽次南下的挫败而终止 太平新国五年十月 辽国又一次远途重来 这一次兵力更多 声势更大 规格更高 辽景中耶律贤亲自出征 那么辽国的第三次南下 进攻目标会选在哪里呢 对此 大宗王朝的太宗皇帝 又会做出怎样的应对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王立群独送时 第二步 动态公职 一笑歼勉的胜利 这位辽国来说 他实际上有一个潜在的心理 就我没有打你 你来打我的优州了 所以我要报复你 两次打败 不行 我还要打 因为他有一个目标 不达目的 绝不罢休 一定要打赢 达到他的军事目的 他才可能终止对大宋的军事报复 所以对大宋的军事报复 没有因为两次失败而告终 而这次进攻的地点 又同时重新从西线换回到东线 因为东线毕竟适合辽国骑兵作战 选择地点在哪呢 就是当时的熊州治所瓦桥关 瓦桥关在哪 瓦桥关就是在今天河北保定市的熊县的西南 他和这一块附近的易经关 瓦桥关合成为三关 这个三关之地是个军事要地 这个地方 曾经在辽国的统治下 处了21年 为什么会在辽国统治下待了21年呢 因为在后晋天赋三年 公元938年 石敬堂为了做儿皇帝 把燕云十六州格让给齐丹的时候 把三关之地也给了齐丹 所以三关曾经在辽国统治下 存在了21年 辽景宗这一次要打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东线打了满城之战败了 跑到西线打了 这个燕门关之战又败了 现在又拐到东边来了 东边不赢打西边 西边不赢打东边 为什么 我想还是有他的道理的 比如说 消除后遗症 一个国家的军队 在这一个地方打过一次败仗 他会留下一个阴影 你比如说他的燕门关打败以后 辽军再看到 宋军的大旗出现一个羊 不战而逃 躲开了 这就叫战争后遗症 你必须再打一个胜仗 把他彻底打败 打痛 打趴下来 他才能知道你的厉害 打出军威来 所以辽国西线打败以后 不愿意再到西线 他希望能够消除战争的后遗症 对军人心理的后遗症 第二个原因 恢复故土 我们讲过 三官曾经在辽国统治下 21年 所以对辽国来说 辽景宗一个什么想法呢 这十六州加三官 是石敬堂当年 格让给我们的 你现在不但占了 十六州 拟了两州 现在又来夺幽州 那好 我把你另外两州 我也要收过来 他想恢复故土 这也是一个潜在的心理 第三 发泄怨愤 两仗 打败了 唯独打赢的那个高粱壳之战 那点胜利的气息 早就得瑟完了 那点彩头全完了 所以他希望有一个胜仗 来发泄一下他心中的怨愤 或者说 叫医学前耻 第四个原因 吉利士气 仗越打胜 士兵的气势越高 仗打败了 气势就不振 所以辽景宗迫切需要有一次胜仗 来鼓舞他的士气 所以这一次战争 这个第三次南下的战争 规格升级了 规格升级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 亲征 这一次是辽景宗亲自带兵出征 皇帝亲征 这应当说是辽国历史上很少出现的情况 皇上的亲征说明战争的规模升级了 第二 兵力 兵力怎么办呢 兵力翻翻 过去都是用十万军队 这一次调动了二十万军队 兵力翻翻 第三 祭祀 这个祭祀 我们今天看起来就是个很荒唐一件事 打仗嘛 搞什么祭祀啊 但是在古代 祭祀是一种仪式 仪式的本身是一种凝聚力量的过程 那么辽国这次征伐 他祭什么呢 祭天地 祭兵神 祭旗鼓 还有一种祭祀 非常奇特的祭祀 叫巫术祭祀 祭射鬼剑 什么叫祭射鬼剑呢 这个辽史中间有记载 辽兵在作战 出发的时候 他找一个死囚犯 还施的时候 他找一个对方的间谍 栽一个柱子 把这个人绑到上面 然后万箭齐发 把这个人设成一个刺轨 这是一种 这个祭祀活动 所以辽国应当说 这次战争的规模是升级了 皇上亲征 兵力翻番 多次祭祀 三大特点都彰显了 第三次的男亲 是一次大规模的祝祭 辽主亲征 兵力翻番 多次祭祀 这一切都说明 辽景宗对大宋的第三次男亲 提升了级别 大有不达目的 绝不罢休之意 而据宋方的记载 宋太宗对辽国 将从河北方向进发的意图 似乎也早有察觉 在辽景宗兵马还没有全部集结到幽州之前 太宗皇帝就已经开始调兵潜价 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开始部署 那么为了应对辽国的二十万铁骑 宋军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我觉得宋军做了四个方面的应对 第一 调兵 我们从时间上可以看 太平新冬五年的十月初一 辽国的国军 召集他的诈臣 商议出兵 十月初一商议出兵 十月初八 宋太宗下令 五个州的军事长官 带领军队增援河北前线 初一他才在他的皇宫中间商议出兵的事 初八 大宋已经调兵到前线去了 这至少说明两点 第一 有间谍 初一的事情 初八他就在调兵了 他就落实了 第二 反应很迅速 应当说这个军事准备还是很充分 很及时的 很到位的 然后 十月初八 大宋调了兵 十月十一号 辽兵集合 祭祀 然后出征 十三号 到达辽国的都城 南京 当时的幽州 北京是辽 北京是辽国国度的南京 应当说 这一次还是准备的比较及时的 这是第一个准备 调兵 第二是修路 什么时间开始下令修路呢 十月十九 辽兵什么时候出发呢 十月十一 十月十一出发 十月十三到达幽州 大宋是十月十九开始修 都城开封 到瓦桥关的路 这一步应当说 晚了 十一号他们出发 十三号已经到达幽州了 十九号你才开始修路 晚了 第三号叫增兵 什么时候开始增兵呢 十月二十四号 宋太宗下令 京城开封的禁军 调动一部禁军 调往河北的定州 马乔关一带 增援 二十四号才从开封调兵 而二十号辽景宗已经达到固安 固安离瓦桥关夺近呢 不到一百里地 固安离瓦桥关不足百里了 第四 大宋的第四条应律方法 亲征 你不是皇上亲征吗 我们大宋的皇帝也亲征 但是这有一个时间差 辽景宗亲征 是从十月十一号 他就出发了 二十号辽景宗就达到固安了 宋太宗什么时候亲征啊 宋太宗是十一月初七 才从开封下朝 叫北巡 他不叫南巡 叫北巡 皇上要视察北边呢 什么时候出发呢 十一月初十出发 十一月十四号到达长院 现在从开封城市中心出发 到达长院县 直接从黄河站过黄河大桥 定多一个小时到达长院 而宋太宗走了几天呢 从初十出发 到了十四 用了四天时间 走了今天一小时的车程 十一月十七号 宋太宗到达大明府 大明在哪呢 就今天河北邯郸的大明县 到达河北邯郸 河北最南端的邯郸 时间是十七号 而十七号这一天 辽景宗下令 凯旋班师 人家仗打完了 仗打完了 打胜了 打完了 该抢东西全抢了 胜利班师 宋太宗在哪呢 宋太宗还在南边 七百里地以外的大明 这个我们不能说他没有应对 调兵 修路 增兵 金针 四个环节 一个都不少 但是我们听完以后 总觉得这个 节奏不对 节奏不对 人家凯旋归师的 你还在七百里地以外的地方待着 就说他不是慢了半排 我觉得他慢了好几排 大宋的反应 开始不慢 十月初一 你商议难勤 十月初八 我开始调兵 后来就发现 跟不上节奏了 节奏慢了 续字之通鉴 长篇记载了一句话 熊周延 齐丹 节顿去 长篇记载是 宋太宗 到了七百里地以外的大明 齐丹的军队 听说皇上来了 下了 逃了 实际上我们根据文献的记载知道 人家是打了胜仗 抢了很多东西 凯旋 搬 施的 这边的记载是 人家逃了 北宋还有一个笔记 叫石林燕雨 这个笔记写的就更奇特了 说太平清国五年 齐丹的国主带领军队几万人进犯大宋的雄州 然后呢 宋太宗下了亲征 走到大明 这个辽国的国军听说大宋的皇上来了 然后就赶快就逃了 就没有打就逃了 然后呢 大宋军队就凯旋班师 宋太宗呢 一边走 一边在车上就写了一首诗 这诗中间最有名的有两句 叫一箭卫使戎马顿 六军空恨镇云高 一箭没放 你看人家就逃了 但是我们的感觉是 大宋是起个大早赶个晚节 根据辽史的记载 华桥光之战 辽房是大获全胜 辽景宗海权班师后 还将陛下战功的大将一律修割 加封为辽的余韵 然而据宋方的记载 宋太宗收到前线战号 说宋军击破辽军一万多人 杀死三千多 据此可知 宋辽双方都扬言战争获胜 那么这场瓦桥关之战 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根据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 宋辽双方的文献记载 应当说是 五战 四败 一战 据说是打胜了 打了五仗 宋军是败了四次 还有一仗 据说宋军打胜了 是这么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现在根据文献 还原一下他的情况 10月20号 辽景宗到达固安 10月30号 开始围攻瓦桥关 顾安里瓦桥关多远呢 100里地 这100里辽军走了多长时间呢 10天 100里地走10天 怎么解释 两个字 只能说辽军这次在两次战败以后 这一次谨慎 非常谨慎 30号 才包围了瓦桥关 多少军队呢 20万军队包围了瓦桥关 瓦桥关城内驻守的宋军主帅 叫张师 带领多少军队呢 不足一万 不足一万人 所以张师只有一个办法 叫固守带员 用这种办法 然后宋辽四次交战 第一仗 爆发在11月初一 11月初一 这一仗是怎么打的呢 叫夜西辽营 偷袭的军队是谁偷袭的 是驻扎在城内的军队 还是城外的宋 大宋派来的五个州的援军 现在说不清 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城内的 有的认为是城外的 这个来源我们不管 不管是城内是城外 总的来说 夜西辽营确实打了一仗 当这一仗打了目的 是想打破辽军对瓦桥关的包围 但是辽军有准备 这仗没有成功 11月初一 夜西辽营失败 11月初三 辽军围城 宋军援军在城东列阵 然后瓦桥关的首将 张师率兵出城 向里外应和打破辽军对瓦桥关的包围 结果辽军在辽国国军辽景中的亲自独战之下 英勇军的英勇军 英勇奋战之下 结果是打退了大宋的援军 而且杀死了大宋熊州瓦桥关的主将张师 援军被打败 援军被打败 首将战死 这是第二次 内外加急事外 第三次 11月初九 两军对磊列阵决战 这一仗 辽军是在碧水北岸 宋军是在碧水南岸 结果辽军是渡过碧水 他的主将耶律休哥 穿上黄甲 骑着黄马 非常抢眼 但这个颜色的话 让辽景中感到很不放心 一个主将穿着这个颜色 很容易暴露身份 让他换 换成什么了 黑甲白马 结果 这个耶律休哥带领辽军是大败 渡过碧水 大败宋军 一直追赶到墨州 这一仗 宋军败到什么程度呢 实书记载了四个字 叫横石满道 道路上 到处都是战死的士兵 叫横石满道 而且活捉了好几名宋将 这一仗 又败了 这叫第三战 第四战 十一月初十 十一月初九 刚刚打了个败仗 辽军追杀宋军逃亡 一直逃到墨州 第二天 宋军又出墨州 杀了一个回马枪过来 给辽军决战 这叫宋军反击 反击战 再次遭到惨败 所以说 宋辽之间 四战 四败 辽军是四战 四截 但是 续自治通鉴 长边对着四战四败 一无记载 所以这个 续自治通鉴 长边的作者李涛 感到很奇怪 因为他根据的史料 主要是石禄 太宗石禄 再根据国史 他就发现 这些都没有记载 所以他加了个小注 这个小注这样说的 石禄 本记 节不在此事 读齐丹传 十一月 说此 说是 太宗石禄 和国史 太宗本记 都没有记载 只有是齐丹传 国史的齐丹传 十一月 记载了这件事 所以他感到很奇怪 李涛在小字中间 还专门提到了一点 说这个国史的 京四传有记载 京四是宋方的一员大将 现在我们看这个 宋石的京四传 再看一下这个 续次通鉴长边 长边确实记载了 这么一件事情 说是在瓦乔关的 这一个战斗中间 这个京四带了一千多人 被围到里边 像冲出辽军的 在交战中间 记载了这么几句话 似于其中 叶向师三骨 在突围走墨州 突围以后走到墨州 说明确实有一个 两军队伦被打败 逃到墨州 所以这个记载 虽然只有直言片语 印证了 辽史记载的四次战役 确实存在 但是第五次战役 是宋史记载的 辽史没有记载 这次战役发生在 十一月十四号 地点不是在瓦乔关 是在关南的汤兴口 是宋朝的一个大将 崔燕进 击败了辽军一万多 杀死三千人 这一个在通鉴长边 这个宋史的崔燕传 崔燕进传都有记载 可以说这一仗应当说 考虑到当时的事实 应当说有这么打过一仗 当然战国有没有这么辉煌 另当别论 但却是打过一次小胜仗 所以我们说叫五战四败 据说一战打赢了 这就是瓦乔关之战 你仗打败了怪谁啊 是不是大宋的军队 不愿意卖力来打呢 不是 我举三个例子 第一 瓦乔关守将张师战死之后 他的部下能够退回城内继续坚守 主将战死 士兵退回城内继续坚守 说明什么 说明士兵的战斗意志没有被瓦解 第二 两军对垒以后 宋军大败退回墨州 第二天又返回来 初九打败 初十再来打仗 说明援军的战斗意志也没有削弱 第三 瓦乔关最终没有失守 主将战死 援军战败 瓦乔关最终没有失守 说明宋军的士兵是顽强作战 作风过硬 意志顽强 士气高昂 完全没有瓦解 如果说责任不在士兵 那么责任在谁 公元980年 二十万辽军围攻瓦乔关 尽管最终城池守住了 宋方宣称胜利 可是在逐战场瓦乔关 宋军四战四败 这是不争的事实 按道理说 宋太宗一早就获得了敌情 不但提前派兵遣将到达前线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而且宋朝将士们一直奋勇杀敌 虽屡战屡败 却屡败屡战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 导致宋军在战争中一再失利呢 为什么受瓦乔关之战的惨害 和之前的高粱河之战 满城之战息息相关呢 我觉得 如果说责任不在士兵的话 那应当是上梁有问题了 应当说 高粱河之战 满城之战 这两次战争的后遗症发作了 我们先说满城之战的后遗症 满城之战 最后是宋军完胜啊 宋军打赢了满城之战 但是满城之战暴露出来了一个大弱点 在两军对垒即将决战的前夕 大家想想我们前面讲过 满城之战中间的宋军的将领 因为摆什么阵型 在那一决不下 按照宋太宗的布置 是八万军队布置八个方阵 每个方阵之间相距一里地 很多士兵一看这个仗 没法打的 这肯定要打来 所以要不要改变皇上亲自定的作战图 将领们争论不休 吵得一塌糊涂 说明一个问题 满城之战 宋军没有前提总指挥 没有前提总指挥 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各自为战 我带的兵我指挥 你带的兵你指挥 他带的兵他指挥 看起来 这就是瓦乔关之战调动了五个州的兵力 五个州的兵力 说是援军 再加上瓦乔关的守军 可以说是六支军队 六支军队六个头 六个头 没有一个统一的头 六个首领 没有一个老大 没有一个总司令 这仗怎么打 没有统一指挥 带来的第一个问题 叫各自为战 第二个问题 由于没有老大 不能够根据 损悉万变的战局 做出及时的应对 谁指挥谁啊 一军军长指挥 二军军长 二军军长指挥 三军军长 六个军长 谁也指挥不动谁 没有前提总指挥 各自为战 带来了另一个结果 就是没有形成合力 所以 这个瓦乔关之战 最终失败 实际上是满城之战的后遗症 在起作用 满城之战 为什么 没有统一智慧 能打胜利了 能打胜仗了 满城在打胜仗 它有四个偶然因素 四个什么偶然因素 两军对垒的前夕 宋军由于 就这个作战 正途统一不了意见 最后临时 递了个诈详书 我们要投降 拖延时间 然后在一块争争争 争的结果 迅速达成一致 这是一个偶然的吧 气候达成一致 第二 有人愿意承担责任 满城之战中间 有一个大将说 改变人情 出了事情 我负责 所有的罪得 我一个人领下来 有人愿意承担责任 所以带来了第三个结果 在这个特定时段 形成了个实际上的统一指挥 第四个偶然因素 对方的 齐单的军队 是个军一出身的一个大将 他是个义官 杭旷四 所以满城战打赢了 满城之战的胜利 掩盖了宋军 在战时指挥体制上的 一大弱点 前敌没有总指挥 那次打赢了 没有暴露这个问题 这次瓦乔之官 直战又是这 没有前敌总指挥 这调来五个州的军队 五个州的军队 肩膀头一板高 军衔一个样 谁也指挥不动谁 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 这样一个作战体系 从满城之战延续到 挂桥关之战 这一次吃了个大亏 那既然是如此 宋太宗难道不了解 这种战争指挥体制的弊端吗 他太了解了 那他为什么不愿意派一个呢 他不想派 他也不敢派 因为他不愿意在前方出现一个 能够指挥千军万马的总指挥 如果有一个人实际掌握的军队 会削弱他皇帝的威权 而且可能会造成对皇权的威胁 那么这个后遗症是从哪来的呢 高梁河之战的后遗症 高梁河之战 宋太宗吃了个大亏 宋太宗吃了两个亏 第一 人家一看见他是皇上 冲着他就冲过去了 而且就是那个耶利休哥 就是这次瓦桥花之战 打仗的那个辽军最重要的将领 耶利休哥 他要去抓那个宋太宗 宋太宗仗仓仓逃跑 结果腿上中了两箭 受了伤 还差点做了俯瓏 而且他这个箭伤后来屡屡发作 据说最后他的死亡和他这个箭伤有关 受过一次伤 不敢再听枪响了 再也不敢到前线去了 高粱和之战带来了一个最大的后遗症 是宋太宗次高粱和之战以后 再也不敢到前敌去亲自指挥了 为什么总是晚几拍 晚几拍 为什么晚 他有一晚 他要是提前半拍 他冲到前方去了 他冲到前方去的可能再中两箭 他吓死了 那一次当 受了伤 差一点做俯瓏 给了他刻骨铭心的教训 这个后遗症始终在他的心中 形成个阴影 我们刚才说过 这战争不能打败 一旦打了败仗 会造成战争后遗症 战争后遗症很恐怖 战争后遗症它会影响整个部队的士气 甚至于造成主帅的窃敌 窃战 所以高梁河之战以后 宋太宗在瓦乔关之战处处被动 就是因为高梁河之战给他带来的后遗症 导致他不敢亲临前方 不敢亲临前方 同时又不敢放权 你不敢亲临前方不要紧 皇上不到前线作战 这太多了 宋太祖灭南唐 灭南汉 灭西蜀 多少次战争 宋太祖都没有亲自去 但是他不去 他授权了一个前提总指挥 宋太宗是既不敢去 又不敢放权 这就坏了 他既不敢亲自去 他又不敢放权 他还要事前几个月都画好作战图 就按我这个作战图来布阵 这能打仗吗 打仗是根据当时的战争情况 要随机应变 所以瓦乔关之战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高粱河之战和满城之战 他的后遗症一块发作了 这叫并发症 并发症比一种症还厉害 它是两种病的后遗症同时发作 基本上没救 基本上没救 所以瓦乔关之战失败了 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十月初一 辽景中决定南下 十月初八 大宋开始调兵 没有完 十一号 辽方十一号出兵 宋方十九号修路 人家十一号出兵 他十九号修路 辽景中二十号到达顾安 宋太宗二十四号派出援军 开始增兵 人家顾安立瓦乔关自胜一百里地了 他才开始派援兵 停了四天 开始派援兵 辽景中三十号开始围攻瓦乔关 从十一月初一到十一月初十 打了四仗 而宋太宗十一月初七 才下宣布清征 这晚了多少次 所以十一月十七号 辽景中下令凯旋班师 这个时候宋太宗到达七百里地以外的大明府 他这个节奏慢 不是他跟不上 而是他不想跟得上 因为跟上就意味着可能要承担风险 所以这个仗没法打 大宋军队在河北战争节节败退的时候 大宋的军队在南方还打着另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是由大宋主动发起的 这场战争的后果是导致了一个大人物 重出江湖 这个人物是北宋初年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这个人是谁 他是怎么能够重出江湖的 请看下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晚上